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漫漫思路 择已百代 千百年来 蜿蜒万里的古丝绸之路 来往山谷络绎不绝 沟通了东西方文明 繁荣了沿线城邦经济 千年以后 一条现代新思路正在铺就 穿越历史 再次唤醒世界的记忆 重塑全球经济版图 传承思路精神 宁夏积极行动 作为中国唯一省级建制的回族自治区 今日宁夏已成为中国内陆开放性经济试验区 自2010年起 宁夏成功举办三届中阿经贸论坛和两届中阿博览会 优力推动了中阿深入务实合作 首辅银川也因此成为中阿博览会永久性会址 2014年6月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六届中阿部长级合作论坛开幕式上 提出了双方可以探讨设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重要倡议 科技部积极响应 启动了建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的工作 宁夏抢新行动 争取中阿技术转移中心落户银川 集成全国科技创新要素和技术资源 努力打造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和创新合作的高效务实平台 创新中阿科技合作模式 搭建中阿科技交流平台 传承思路精神 实现合作共赢 2015中阿博曼会开幕式上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刚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刘慧 与十个阿拉伯国家科技部长 共同为中阿技术转移中心接牌 开启中阿技术转移与科技合作新纪元 同时由科技部与宁夏共同主办的 首届中阿技术转移即创新合作大会 和中阿高新技术及装备展 通过共商合作大计 实现互惠互赢 首届中阿技术转移即创新大会 一百多位阿拉伯国家政要专家 学者和企业家 与中国各方深入交流 签订共建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备忘录 共建中阿技术转移分中心 和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 与迪拜园林农业局 共建中阿椰枣研究中心 开展椰枣产业技术转移 中国长城卫星公司与约旦 沙特签订北斗卫星合作协议 首届中阿高新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汇催我国高新技术领域的大型央企 大院大所高等学校 集中向阿拉伯国家展示推荐 我国北斗卫星航空航天 核能利用高速铁路 现代农业等高新技术 同时组织中阿双方企业 院所高校间进行技术推荐 与对接洽谈 吸引国际客户推动中阿科技务持合作 目前我国已在底板 开始建设占地100多亩的 中阿椰枣科技园区 占地30多亩的中阿生态园林 绿化与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椰枣病虫害防控 洁水灌溉与水肥一体化 土壤水肥监测 农业物联网 瓜菜饮种等一批综合性技术 正在当地转化 促进中阿产业技术转移 实现中阿高新技术对接 传承思路精神 实现合作共赢 国家大平台宁夏新使命 中阿技术转移中心 这一金字招牌落户宁夏后 将重点建设中阿技术转移中心 宁川总部和阿拉伯国家 各国双边技术转移分中心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广泛联合中阿双方政界 学界、商界、科技界 以互联网家的理念 构建覆盖整个区域的 中阿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凝聚和培养专业化的 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队伍 搭建高效务实的综合性 跨国技术转移信息服务平台 以持续举办中阿技术转移 及创新合作大会 中阿高新技术及装备展览会为契机 深入挖掘中阿双方国家得作需求 培训阿拉伯国家高级管理人才 技术经理人、创业人才 组织阿拉伯国家 极出经年科学家来华工作 共建一批联合实验室 联合研究中心和产业园区 居办中阿科技经贸活动周 成立中阿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促进会 促进双方企业和机构间合作 推进中国与阿拉伯各国的深度科技交流 及先进适用技术转移 使中阿技术转移中心成为增进中国与阿拉伯各国有益 互信合作的科技桥梁 赛上江南正邀约 奉承银川喜迎客 中阿技术转移中心欢迎您的到来 期待与您实现合作共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